小弟叫我们去给他买一个饭盒 他说在学校每一顿饭都要跑两三四 他有点害羞,饭盒太小了 可以啊,我带你去超市给他挑 那走啦,就天黑了 走啦小秋,他在这里愣着干什么 你说你带我去超市买饭 弟弟们带我来这里干嘛,你去菜市场啊 这里就是超市啦 超市,你看看,他说是卖肉卖菜的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,超市在下面 是,今天刚好带你体验一下地下超市 地下超市 啊,走了 我不去,我才不要 没事啊,怎么不要啦 你看,上面到处都是楼房在上面 还有我们脚踩那里,我才不去 不怕的呀,怕很好的呀,很安全的呀 真的吗?真的,不骗你的 那我先去啊,没事的 啊,没事的 这么多年,都还没带你来逛过地下超市呢 我看一下他会不会劳动 哈哈哈哈 可以耶,都是水泥啊 都跟你说他没事的 嗯 那么多年,我现在才 才才才来到这个,叫什么地下超市哦 哈哈,我也是第一次来 哇,你看了哦 还有小孩子玩呢 很大的,比哪个超市都大 这地下都可以用这些啊 可以的呀 哇,还有奶茶啊,还有炸鸡啊 要不要去喝啊 我不要,我先去玩一下 大海来买这个饭盒跟他大嫂说而已 从来都不跟我讲的 所以他们在挑 自己看一下 挺好看的 你学校那个坏了 啊? 学校那个坏了? 不是啊,太小了 没有,这个吧,只有这个大 那你从来都不跟我讲的 我,我大嫂会有点 比他说好一点 听到没有 那我干嘛你呢 你说 嗯 太凶了 太凶了,我会吃你啊 哈哈 确定挑那个没有 我不挑这个,我确定啊 哦,这是粉色女孩子用啊 要不要给宝宝来一个 哦,对 给他也买一个 也是哦 要不然家里的碗全部被砸破了 是啊 四十五 五十个碗就砸完了 这个 嗯 可以可以 这个好看 嗯 不用太大的 他那么小的就 哎,这个刚好合适 这个可以啊 嗯 上面还有一个更小呢 我拿不上 我拿 哦 哎 别看不起我 这太小了 哎,这个啊 嗯 这个他要吃两三万的够 他平时也就这样子 拿一个比这个大一点点 哦 你的你的 这是你的 哈哈哈 哪些付钱 得到了还会很开心的样子 那我们来这里 关着买这饭和 不够开心啊 去逛一逛 啊,逛一逛嘛 是,那么大的超市 你不带我去逛 到时候 我妈妈来中国这边 我一定也要带她 多多体验一下 哈哈 好 因为平时她说 她想来咱们家玩嘛 我知道 这里还有卖菜的 这里有菜耶 现在我先体验到时候 我带我爸爸妈妈来跟我一样的体验 好 我们家宝宝看到苹果就走不动了 哎 怎么能骂人呢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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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怎么办 给她拿几个撑呢 那也是的 然后这种 这种比较好看 这种 要不要 有 有 来 来 这个我们已经撑好了 再拿出来给宝宝的 来 去找妈妈去拿 看妈妈在干什么 打开手上那个就是刚才买的苹果 已经撑过了 发现这个好好玩 什么 一看这个 他自己喷气出来啊 哈哈 真的好凉快 如果夏天在这里可能睡一个很好的觉 都不愿意出去了是吧 是 在这里很凉快很凉快 我也感觉也是 怪不得说她是地下超市 哈哈 我觉得她 好好玩 她就是在那边我就转一大圈了 转过来转过去的 然后调了两个胡瓜 还有这个是什么颠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黄瓜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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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打开看试试 应该不是吧 黄瓜颠 这个不是 瞎说 这是你们贵州叫捧瓜颠 你看你儿子 还没有少钱呢 我已经撑好了 撑好了吗 撑好我再拿出来的 我问人家 人家说可以的呀 我还以为你带她偷偷吃 没有 谁会做那种事情是吧 都贴了 他可以 走吧 还要不要怎么看 你没看吗 我也不知道 哎呀哎呀 什么都有 这些 你看这些都有 这叫什么 上面有写 对 豌豆米 如果我看了赌猪 闻了得鸟 我还用问你吗 也是 没考虑到 还要拿去撑呢 还要撑呢 撑一下 不像菜市场直接拿去 不一样的 走了 小球到这里就不想走了 要叫我给他买这个大冬瓜 我就不走 你不给我买我就不走了 问题是买回去干什么嘛 买回去炖排骨啊 炖猪脚啊 你炖什么排骨用这么大的一个冬瓜 我们可以放冰箱嘛 是吗 嗯 哈哈 可以的嘛 走啦 不买了 我发现你弄中国什么都大 哈哈哈哈 下次买哈 走啦 那么多的你看我 嗯 你想吃香肠啊 吃 大海他说这种好吃 嗯 你也好会挑哦 专门挑大的 大的 我们烤起来 他更入味 这种小的一口就 到这里来了 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还更大 这个更好吃 哦 这个很大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不用这样子啊 没有啊 我只是说香肠而已啊 我没有说什么哈 你别乱想了 大海我们不看这种了 哈哈哈哈 你都是带我看这种 大海想吃什么可以挑的 你看你哥对你那么好 你说他凶 太辣了 你哥说少点辣 不能吃太多辣条 够了没有 平时小飞他很少说话 所以小弟他就有点害怕 我呢 要属于那种爱说话的 所以他就不怕 老婆 哎 今天带你逛地下超市 你是什么体验可以说一下 下面是超市 然后上面全都都是高楼房 还有卖太北鱼肉 卖玉米还有摆摊 还有停车的真的太厉害了 高不高兴啊今天 那当然高兴啊 我在这里那么多年 我都还不知道 这菜市场有地下超市啊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去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去给小弟买个饭盒 还可以买那么多小零食 晚上可以解嘴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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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